哈嘍大家好 我是各位的鋼本小老师 这边要来回答一下 很多新手进入这个游戏会问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 哇战役这个大世界到底要怎么玩 那这边鋼本小老师在简单 大家讲一些 小技巧 大世界他的用意很简单 他基本上他设计出来就给你做三件事情而已 第一个就是破任务啦 破什么样的任务呢 可能就是会有每日任务要你去打这个流扣 打这种流扣 或是去进行采集 那或是说去捡个垃圾 大概是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最重要就是收集资源 那收集这些资源到底要干嘛 很简单就是为了要做两个东西 一个呢就是做我们的器械 那一个呢就是做冰团的冰装 那你就会问啊为什么要做冰团的冰装 因为其实在金冰五星冰之前 其实这些冰装呢我们在做补充的时候都用那个战火壁补充就OK了 可是到了五星冰时代 一个冰的冰装是很贵的 你可能像伯兰印还是最贵的 修一点 就是修他一个冰装可以修四点还是七点忘记了 就要花你一万二战火币 那一万二战火币目前听起来不多对不对 但是其实 嗯 比例上而言就很多 因为像这个一万二战火币吧 然后 哦 哦 目前没有样本 靠北这个 那你看我们这边 方正子冰一只也才4180 同样是一个冰装但是 五星冰可能是乘以两倍之三倍的价钱 你就能知道说 就变成说很多人在玩 五星冰的时候 很容易因为这个修冰装的部分破产 导致他战火壁破产 其实这游战火壁在赚没有那么简单 坦白讲 除了每周任务要破 每日任务要破之外 重点 这些开源 重点是要节流 所以就是 呃 五星冰就是变成很多人 在拿出来之前会去想想 诶 冰装的耗损 是很多人在玩五星冰的时候一个很 很 会很在意的点 好 所以这是 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破任务 第二个就是做器械 然后做这个冰装 基本上就是这些主要的功能 好 那大事件呢 我们玩家在玩的时候 新手到底要什么时间点 开始去接触大事件 前期真的很不推荐 为什么呢 因为前期呢 我们在带兵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 有个 冰院管理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我的部队采集是56 那新手可能很多 你没有 你没有这那么多 百月三名的时候 你的采集可能连10都不到 好 这什么意思 就是我采一次 就可以迪过你大概10次的量 那你我们每次采呢 都会有相对的成本 好 来举个例子 这边我们先把我刚刚采的东西呢 先直接按一个 军之库 像这样把它放进去 好 那我来看一下 OK 四平铜快去抢 像这样 像这样 我们每次进行采集的时候啊 会有那个 你采集会按照你的采集的 你采集到一定的量 那我们在采集的时候 如果你今天这个领地 是自己家族的 那 会有个很好的好处 就是你可以 不只采一次 我这边再更详细的说明 采集可以分两种 一个叫做常规征收 一个叫强行征收 正常来讲 这个领地不是你的 是中立的是别人的 通常常规征收的次数 只有一次 那 如果是自己领地的话 可以有两次 或是三次 最多就大概三次 那另外一个就是 强行征收 只在进行强行征收之前 你必须会他你要这种 强行的征收令 那这个征收令的 就是 必须透过每日的 任务去取得 所以其实 如果认真在采集的 同学们 会征收令是很 会很不够的 所以变成说 其实 你在挑选家族的时候 就要很小心 就是 就变成说 你地月大家族 就会有很多的玩家 会有意愿进入 目的就是为了要去采集 进行采集这个东西 OK 这我也可以 拿到更多的东西 然后可以省下更少的 可以省下更多的成本 那我们来进行强行征收 所以我没看到 我是五对 白玉三名 基本上是采集能力最高的 那 采集的量就大概是 六十 就六百多 六百多 那如果你其实没有在 没有这些 没有 那么多白玉三名的 状况底下 你采集 通常可能 有可能连 五十 有可能连五十都不到 对有可能连五十都不到 OK 所以 新手 前期要采集 是要干嘛 很简单 就是只是单纯破任务 你可能因为赛季挑战 或是每日动物要去破 就破就好 但是不要花太多时间去浓他 真的不要花太多时间 因为 我自己刚玩这游戏 就是花了 前面就 大世界看着很有趣 然后想玩看看 但是 就是不小心 就花了太多时间 去浓他 所以浪费了很多时间 像是什么时间 交通的时间 我从 组成移动到采集点 这个时间真的是很长 然后我花那多时间移动过去 就采集的量就这么一点点 又会比别人花更多时间 所以 新手不建议 那 继续 那如果我们今天真的很顺利 OK 也来到了有了试队的百月三名 为什么只要百月三名 因为百月三名他有个能力 在兵团去面走下一点 走下他有一个能力 第一个 兵团采集到20% 加一次 再加兵团采集到20% 再加一次 总共加了 40% 所以他是所有的农民兵里面 呃 加的采集最多的 最多的 所以 呃 这也是为什么要百月三名很重要的原因 一定 至少要试队啦 但是也是鼓励慢慢 因为如果你有两队或三队也可以 也可以来做采集 看看各了 但是 呃 目前来讲要么四队要么五队 这样的状况是最好 好 那我们 假如 讲到这个阶段 就是新手的部分 然后我们讲到这个阶段 大概讲一下 那如果今天我们已经开出了 四队的百月三名呢 那我们可以 呃 在做采集的时候 我们可以 有哪些小技巧 可以让你采集上更有效率 来 来等一下 因为 呃这边顺便 呃增加说明 就只要是 你组成附近有饰品的 这一定要赶快去抢 未来你有 未来你有那个 四个百月三名一定要去抢 因为饰品资源最有 最高机会出这个副产品 这副产品很重要 来 那哪里重要 我等一下 未来再拍一个专门做器械的 影片的跟大家讲解 好 像我们这样 身上 塞买的 资源之后 这个资源之后啊 我们就要回去 那这回去啊 呃有个 简单的那个 小地方要注意 就是你在回去的时候 你要小心 别人是可以追击你的 可是你可能会 像我们这个工会 我可以看我的联盟 外交关系 你就可以看说 你有哪些敌对联盟 这些敌对联盟 是可以对你进行追击的 那如果你被追击 然后你打输的话 你身上资源是会被人家抢走的 OK 好那我简单讲一下我们采集到这些资源哪些用处 首先第1个 这是基本的资源 这很简单就是拿来做加工 然后加工完之后会拿到一个成品 啊 这个成品也 不能 如果以公馆来讲 我们不会叫成品 叫做 Walk in progress 就是WIP 应该叫再制品 所以就是说成品 然后他可以拿来做成再制品 然后这个再制品呢 加上这个副产品 这个叫副产品 我们才可以 做成那个 呃 我们才可以去做 制造成做成器械的 半成品 应该可以讲就是器械的半成品 OK 所以这三个副产品的用处就是拿来做成 呃 再制品的材料 然后有再制品材料 做成半成品之后 我们才可以做器械 OK所以基本采集你会采到三个东西 一个就是基本支援 一个是副产品 然后一个是奇珍 这奇珍是干嘛的 它有两个用处 一个呢就是拿来卖 卖就是赚1000银币 但是我觉得这样很浪费 通常我们不会拿来卖 我们通常会拿来捐声望 OK 那捐声望的部分 呃如果你不知道什么声望的话 可以带我们DC群多问 总之就是这个声望 增加这个声望值的东西 好 那我们在做采集 像我自己我是怎么做会比较有技巧 首先我会这样 我会一定会每个人身上 我一定会每次去采满 然后采满之后啊 我们看一下大世界 我会有一些地方有放存单 像这个就是存单 这是存单 所以我会 我不会 因为这个游戏有个简单的设计 就是说 我们的马车的容量 它是固定的 永远就是15万 然后我们仓库的容量 一开始新手可能就300万 然后你可以扩充10次 一次扩充是50万 那扩充10次 最重要就是800万 那顺便再延伸说明 要如何去 扩充它 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来这边到那个 道具贸易这边 然后按消耗品 按特殊 然后直接买这个 这是目前最便宜的得手方式 70万的银币 75万的银币去买 买四个去扩充它 好所以我会怎么做采集呢 我会简单的就是先 带这五对农民 然后我刚刚是从这边采上来 我会把这附近的都采一采 然后采到我存单 那采到我存单之后呢 我会像这样 按那个军事库 把东西都放回去 然后再按兵源管理 然后把这些兵都叫走 这样也会发现我的速度是最快的 我的速度最快 然后没有任何采集能力 可是我这速度快要干嘛呢 我就是要回去 拿这些存单的东西 所以我要讲意思是什么 就是我要去缩短 我再过去拿 我回来的速度是一样 但是我要缩短 我再过去拿 那个我东西 我保管的 保管的资源 我要缩短这个速度 所以 我任何兵都不带 然后用这样的方式来点这个存单 像个人存单就全部 呃全部转移 这样 这样拿 那这边我因为拍教学影片 所以我 我没有一次用完 但正常来讲 我会继续踩踩踩踩踩踩踩 甚至把这边给踩干 然后这边我个人存在就很多 然后就一直这样 一直这样来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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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那这是采集的小技巧 第一个 那这边呢 我们在着大世界啊 有很多新手会来问 你看像这个人空虚 他就这样做 有没有 他踩了一堆 然后刚要回去 现在又走很慢 OK 好那这边的继续呢 我们在做大世界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要破据点任务 据点任务很重要 在这游戏很重要 因为他可以拿战功 我们可以看到一般我们在拿战功的时候 就是可以透过工程战天文任务拿 然后用你玩用PVP的或PVE的方式去拿到战功最多是2万 那据点任务呢 他也会给你战功 这边 据点任务 他也会给你战功 也会给你那么多的战功 那像如果基本款就400 那假如说你今天破这个据点任务 这个层次又是你家族的层次的话 江户幕府我的层次的话 他 又会再给你额外的奖励 所以讲一点是什么 如果你我们有认真去破据点任务 然后 又把每周2万战功拿完 2万战功拿完 一个礼拜大概可以拿到2万6 2万6 快3万的 应该不叫3万 2万6-2万8的战功 这是一个拿战功很好的途径 因为那8000的战功器可以让你升科技或点兵 所以很好用 所以这个是 据点任务对新手来讲 或是老手来讲都是非常 重要的 那破据点任务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他可以拿这种家族名望 这个家族名望就是可以让我们家族名望累积起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有全力去对其他层次宣战 我们只要对一个层次宣战啊 都会扣名望 像这边 呃 我按下去会有事情吗 啊反正我不敢按 我怕按下去被系统稿 反正 按下去会扣名望 对所以 这也是有些比较 TOP的家族 又是我们江湖幕府 我们是主战派的家族 一定会要求每个人都要有去 都要累积名望贡献 所以这名望贡献怎么来 就两个 就是破据点任务 一个就是破这个美洲任务 美洲任务 OK 所以我们很常会透过这个民望贡献来判断说 这个玩家活不活跃 对这个家族 有没有一定的贡献值 所以在开这影片的 其他 飞鸟的玩家们 你们如果未来也想要开一个自己的工会 也可以用这个 方式 去过滤你的成员们 OK 好 那来讲另外一个 据点任务 在很多新手的时候 你们会遇到困难 好多层次啊 我要如何有效率的去 那个 接A任务 然后解 然后拿A的资源 然后或是 接B任务 然后去拿B的资源 我这边提供一个小方法 我们可以先按M 然后以你的组成 对顺便讲一下 如果看 你的组成在哪 像我的组成在威尔兰 那你的组成在哪里 你的大世界打开 你的旁边就个红色的旗子 那个就是你的组成 那这组成的意思是什么呢 这组成意思就是说你的仓库会在那边 你的组成在哪里 仓库就会在哪里 所以你看我 我点我的组成 我就可以打开我的君之库 然后把我的东西放进去 那我可以透过组成 来去叫我的兵 那其他称词是不行 举个例子 像旁边这个卡布查克 跑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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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跑跑跑跑 这边你看就没有 他就只能单纯做治疗兵团跟补给良草 就这个做两千四斤跟破巨点灯物 就这样而已 好 所以巨点灯物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非常重要就是巨点灯物我们在破啊 尽量不要乱接也不要乱破 为什么呢 因为巨点灯物在这游戏是有次数的限制的 我们在这里看到 我们巨点灯物这边 他一个礼拜只能做20个 所以像我这种老玩家我们破巨点灯物这些都不会去破他 一定不会破 因为拿到奖励太少了 才150才75太少了 一定都是破这种四星五星的 所以想当然你看我们看我卫兰都破四星五星 喝茶吧几乎也都破这种四星五星的 四星四星的 目的就是拿这任务 所以尽量我们新手真的不推荐你 呃呃 就是不要说新手啊就是巨点灯物不推荐去破一星两星的 OK 除非你那个时间点已经礼拜日了 已经礼拜日然后礼拜一就要重置了 所以按理想要赶快破那就是这样 好 那巨点灯物呢 一天 像一个层 重新讲一下一个层他的巨点灯物 这个要求的任务项目他是固定的 那一个礼拜是固定的 到了下个礼拜会换 所以有可能像我这组成威尔兰 到了下个礼拜之后他不会有任何五星任务 有可能五星任务会在其他的层次 所以这个是要去做功课去做整理的 或是说你在大世界的时候自己就去找 这个礼拜五星任务在哪里 像克查吧有四星 那尤尼克有吗 看一下 没有就三星 那尤尼克根本就以后就不用来了 那利姆吧 这种村的 这种村庄几乎不会五星任务 是不用看 都一定是看层次 OK 那像这边特佩克会有五星任务吗 也没有 挺多四星而已 OK 而且才一个那也不太需要花时间 所以这就不会是你 这个场域就不会是你一直来的地方 那像维尔兰有就会 你会比较经常在那边晃 那克查吧的话 我们就会经常在那边晃 OK 好 讲到次数 我们其实除了 除了那个四星 四星的 据点任务有 一个礼拜二十四的限制之外 采集也有 这采集啊 一个礼拜也限制你 只能采集100次 OK 所以你看我已经采集39次 那每次采集呢 你都会拿到一定的采集经验 这采集就是可以让你来解 这个的 来升级这些东西的 那这东西你一开始会很急 我想说 我是不是要赶快把它解解 其实不用 其实真的不用 就慢慢解决好 我这个游戏我玩两季 你看 我的进度也就这样而已 这样这样而已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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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 除此之外的来讲一下 我们在大世界还有哪些技巧 大世界呢 我们这边 我们可以再看下面 这边有一个 急速撤退回营 就假如说你今天来到一个很远的地方 但是 你很远的地方 你可能去那边看风景 然后你可以就按这个 你想要赶快回到你的组成 就可以按这个急速撤退回营 然后就可以撤退自己个人赢 OK OK 那这个测试是个人在有个小缺点 就是说你身上不能带任何东西 你身上如果带东西 还是不给你用这个功能的 那你就只能丢掉丢掉 按这马车丢掉丢掉丢掉 对 对不起 啊 又少讲个东西 如果我刚讲嘛 我回到刚刚那重点 就是要如何可以看到说你附近有什么据点都可以破 首先 第一个 你可以先做功课去查一下旁边有哪些 层次有四五星 你就把它记起来 结个图 然后做成 然后统一在一个档案里面 那或是说你可能采集到一半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像这样 那我先简单的把一些资源拿出来 像这样 那你身上有这些资源之后啊 我们可以按这边 系统就会帮你 侦查出 你最近有 以你身上的资源 他会帮你看出 你最近有哪些据点都可以破 这样这样 为了然旁边就有个任务可以破 就可以做这个木头 这样 OK 这是一个新手一开始 如果你是单纯破任务的话 的一个小技巧 好 这边这个我觉得这个前期对我来讲 帮助蛮大 是一个蛮重要的 所以 那个 这个东西要常用 好 那我们继续 那讲完这些之后啊 我们继续来讲 那大世界还有哪些东西 是 一定要去了解的 首先第1个 我们在看据点任务的时候 这里 我们要去了解说 这个层次才可以做哪些东西 像这边有将军炮 那这边有 奥斯曼旧炮 跟那个兵团时装 所以假如今天我们看到 这个层次 像为了然 是目前我们这个混乱之地一个很热门的层次 它有很多的 它有这个 紫色的铁砂炮可以做 那这个紫色的铁砂炮 在目前大世界是 嫌少 真的是嫌少有层次可以做 几乎没几座啦 大概像我们的混乱之地就三座而已 所以我们就会 但是 照这个器械啊 它有一个 它有一个 等级限制 我们可以看到 在左 这边 下面一个叫 断造 巨点等要7等 所以它要7等的时候 它要7等的时候 它才 这个层次要7等才可以做铁砂炮 所以如果你是 某个家族的成员 然后你想要快速的来做这铁砂炮 那我们就会 很希望你 赶快来很努力的 很积极来做这边的 巨点任务 来帮助这个层次升等 然后等到这个层次升到 那个 它要求等你之后 就可以来做这铁砂炮 OK 所以巨点任务有这些地方 巨点任务跟这些裁写资源 然后还有 呃 巨蟹跟那个军备 在大世界里面 这是新手 第一个可以注意到的一些细节 嗯 好 那 好像没有讲的了 嗯 然后顺便讲一下 讲一个小技巧 就假如啊你今天走了很远 假如今天你走了很远 就是假设啦我人在这边 或极端一点我假设我人在这边 假设人在这边 那你想要很快速的 在这边然后很快速的回到你的组层 可以怎么做 我们可以这样 点到一个地方 一个地方 然后一直一直点 然后让自己角色卡住 这样一直点 然后让角色这样卡住 这样卡住 诶卡住 卡住之后呢 我们可以按这个账号服务 讲错 按遇到问题 然后按脱离卡死 这样 然后你就会有机率 你就会有机会 直接传回到你的组层 我刚刚有点示范错误 但是 呃 我如果在很远的地方 几乎都会成功啦 或是说我这边地形不好 反正就是想办法 这样自己卡死 然后按账号服 按图离卡死 就可能很快速的回到自己的组层 好OK 那我看一下喔 那有什么要交的 没了 我觉得我大概交完了 都大概这样 OK 影片拜拜